陳超銘委員 主席 我們各位列席政府官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我們入委會王主委 來王主委 委員好 王主委 辛苦你了 但是你口才很好 早上大家就說你笑笑的講 就把他氣得癢癢的 這表現不錯 但是今天啊 所有報紙都有一個頭條新聞 說我們這協運之神啊 陳偉廷說 如果立法案依照行政案通過的話 他要直衝總統 啊你看這個事情怎麼樣 看起來我們只有七八個版本 大概民進黨提了六個 如果依照你行政院的版本通過的話 不是包圍立法院的啊 會包圍總統 更高階層的 啊你有沒有想到有效的解決之道 啊對於我們的協運之神這樣提出的看法 你個人有沒有什麼見解 首先未來 會變成中華民國法律的監督條例 應該是會在立法院的折衷之下 大家都能夠最能夠接受的版本 那當然站在行政部門的立場 我們一定會全力捍衛政院版 並且盡最大努力跟立法委員說明 為什麼這個監督機制要這樣設計的原因 但是如果未來有任何的修正 那他也不一定會跟政院版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的情形裡面 大家都要面子 大家都要站在台上 好像他是萬能的 尤其講說不通 如果照這樣通過的話 我不曉得說 躲到那個程度來扣不成 所以主委這個問題你要注意 以前你們都很輕忽 向往陳其邁招衛 還有幾個民進黨 把他召集起來 來拜託媽媽 協制大家一個協調方案 不然常常站持攜帶打來打去 也沒有意思 常常拖延一下 想辦法 想出方式 跟我們這個 有當過總統府秘司長的人 他也了解行政的事情 好好的溝通協調一下 當然如果 要蹲下來 要蹲下來 腰腰彎一點 好不好 這是第一點 所以你們要特別注意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 你們討論到說我們四個階段 要資訊公開 那資訊公開的時候 我請我們經濟部次長 有時候真的會被你們害死 你們在開這次胡茂協議的時候 在內政部裡面委員報告 你說要秘密會議的行出 你說在談判以前什麼要保密 不然會違反國際的官吏 如果依照你們先行的版本裡面 是一切要透明化了 我就不懂給你掌握 我想說你人生了演奏還很合文 聽你怎麼這樣都不對 你以前有沒有公開秘密的來進行 有 對阿 所以要改進 連我立法委員你就跟他變了 白身 你變得傻傻傻 我是點點這一點 所以你們以前講的話 有很多我們有說要相信你們 你到現在不敢相信 你說要秘密進行 喔什麼會以前 這個協調內容 全部不能公開 但是你四階段的業務溝通 溝通裡面 你就全部要公開了 以前講的跟現在講的不一樣 那你要自圓取收 還有一點 民眾在改 你說這個協議簽下來 兩邊簽下來 絕對不能改 但是你又沒有說明 先這個先來做 不行的話 不利的話 以後都可以修改 但是在這協議前 你們現在 口令都一致不能修改 我們聽你的話 有時候你們說得跟我們講的 這問題完全跟事實不一樣 你要如何解釋啊 剛剛張委員講很清楚了 這個協議 但是你們都強調 不能更改 不能更改 所以這是對你們一個教訓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華院長很早以前就講了 兩岸的監督條例一定要過 不然會發生大亂子 他每一次在電視 電視訪問的時候都強調這一點 民進黨也不要去執行 國民黨也不要去執行 現在發生了大灘子 所以你們的思想就是沒有去面對事實嘛 兩岸的問題真的要面對事實 勇敢的去解決所有的問題嘛 你們只是要平衡情勢 所以這幾個發展裡面 國民黨民進黨都要打50個大板 尤其你們有做過的人 王院長也提了好幾次喔 我可以看2008年的紀錄 好 我再來談第二個你產業溝通 那個王子偉 我看你報告說 五個服務業相關專業團體 去做這個協定 次長你請做 我講完了 以後改正就好哈 不要騙我們就好 五個專業團體 你們下鄉去選黨 其實你也到我龍宮 那天人來看起來你很高興 那天下雨 但是我在旁邊的時候 我看得慘不忍睹 因為那鎮腳都叫 給你送給我送來 他們過百度來看你這大館 但是沒有人問到這個問題 那我記得昨天自由時報還是經濟時報 他說你們這五個服務業的時候 是去政令先討 練完了 一個多鐘頭就結束了 你們開多少場 不一定有效 因為我們很了解 所以你們以後的協調溝通 張謙忠委員有講過 發一次給大家小的 但是我教你結招 會聯絡立法委員 會逼立法委員 大家能反映意見 譬如你要跟產業公會的話 跟當地的縣市委託他們大家來辦 那剛剛也有委員講到 你們到產業公會有補制 你們不要說話 這樣就好 為什麼兩個一起去舉辦的時候 把正確的情報拿下來 到時候你們也不會說 你們都沒有辦 確實你們辦了很多次 但是大家都不聽 尤其學生這次的運動 我會講真的話 他們了解那個胡茂是什麼 沒有人了解 我走過的時候問我 我說胡茂你跟我講 開放了幾項 彼此怎麼樣 他們不曉得 他們覺得是英雄 所以你跟產業公會 你沒有生日 我們聽到的消息都是這樣 所以你不只產業公會 像是民意代表產業公會 捷耳挖洞 管理學校 裡面一定有鎮返兩派 那你要怎樣說 去捷耳學生 我先講給你們聽 這只是一個荒草 只需來一霸戰 30秒一過 其實都沒有錯 但是都有錯 但是變成這樣的事件 但是有一點反應 就是大家開始了解胡茂在哪裡 很痛苦啊 問他們不懂 他們又覺得他們比誰還行 這是痛 他們又覺得他們比誰還行 這是台灣會導致一個錯亂 所以我今天我講 產業的溝通 你們又一定要設計一套的制度 雖然陸委會你指導 但是總事長 進去吧 我裡面講的好像在打咳嗽 我講的很實際有效啊 你要聽啊 我們是選舉過來的 我們選舉的時候 如果去東元把票拉過來 你就寫我們這一招 好不好 所以在這裡面裡面 你們一定要注意到 如何能針對真正的問題 再去把它解決說 能有效 不然你們辦了那麼多 其實沒有人想到 然後我還要再強調一點 現在這整個社會氛圍完全不一樣 所有的報紙好像沒有人在支持你 無貿易協定 你把電視台打開來的時候 那幾乎一面倒 那你們為什麼不想一個製造一個 這位大家來 辯論 大家來協調 拿出自己的看法 尤其 你們幾個坐在這一邊的 自由時報寫的大概是台灣前途沒有 圖帽完全不 自由時報你不要報答我 可以報答 但是不要亂修理我就好 我是把時間講出來 幾乎沒有好話 跟中國大陸一接四邊的話 台灣就是死掉 胡媽還沒談電婚結婚 就說生孩子很痛會死 不要 就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你政府要有積極的作為 如果去協調溝通 我們的看法他的看法 你看今天收納電信開放 他找了一百六十幾位教授把他簽名說 這個對國安有影響 你們無動於衝 大家都覺得學者專家 他說出來話都真的話 你們說沒有影響 這邊說大學教授裡面 理工學院院長都說有影響 大家都沒有去做這樣的反應 那個事情在上個禮拜他們開始連署 經濟部在禮拜天 就是已經剛過的那個禮拜天 在禮拜天還特地為了這個事召開記者會 由張部長親自主持 我們陸委會林主嘉副主委 還有NCC的余孝成副主委 為了那個事情都把他解釋得很清楚 解釋清楚沒有出來 所以你已經買百面嘛 他在上面講話 你在下面把百面買下來 我跟他們的觀點不一樣嘛 看他要不要嘛 兩外面把事情講清楚 你們一定要對策跟決策 好像選舉一樣 兩軍相殺 什麼人想要背心去判斷這樣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不好因為中午吃飯的時間 吃飯豹大 我們仔細你看 謝謝你啊 那我執行到時決事 好好其實用技巧方法 溝通協調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好 接下來 姚恩智委員 姚恩智委員 姚恩智委員不在場 好 李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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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敏委員不在場 羅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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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場 料到